请问老大热带性低气压对我们天气会有影响吗 好的 我们从这个气象局所发布的这个显示预测图 可以看到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在台湾的东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 它未来的这个方向主要是向西北 朝着台湾东北方的海面来前进 由于它这一个所遭遇到的环境是垂直的风切很强 也就是说高空吹的是一个东北风 底层是东南风 所以这样是拉扯了 它就不太容易增强 所以气象局势认为它这个从头到尾 大概都只能够维持热带性低气压这样子的一个强度 所以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 由于它强度弱离得又远 不过它对于明天开始台湾附近的水气多 容易下雨的情形 北台湾的雨 这个很可能就会在晚上还会持续的 这个继续下下去 那我们从这一个地面的这一个降雨的这个模拟 就可以看到这是到明天晚上八点的这一个模拟图 我们可以看到南边的水气很多 所以在台湾就是跟今天很类似的就是很容易里面会有一些剧烈天气 这个大雷雨甚至于好雨的发生 那而且这个雨还是一样是从南边往北来扩展 那因为可以看到北边有一个这个雨带呢 这个就跟热带性力气有关系 也就是说明天晚上这个雨可能会持续下去 那之后呢 礼拜六礼拜 礼拜天跟礼拜一呢 这个雨带就会笼罩这个台湾上空了 所以礼拜天跟礼拜一呢 是这个雨最多的一段时间 一样的 要注意的是里面的大雷雨跟这个局部性的好雨 那到了下周二之后呢 这个雨带就会往北稍微 北台了 不过天气还是不稳定的 那我们从这个下午的这个 这一个卫星运图可以看到 这个强对流呢 在下午这一段时间是在中部 就是张云嘉这一带呢 是最强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高层的云呢 就往这海面上来飘散了 那我们从这个雷达回坡呢 还是可以看到 这边比较强的对流都在这里 翘翘涨涨的 当然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比较零星的 北部算是比较少一点 那从实际上的降雨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清晨的时候 在这个南台湾就已经有一些 比较剧烈的天气了 那在白天的中午前后 主要都是在这个张云嘉这一带 那我们可以看到施雨量 这个七十以上的 就是都在张化云林跟这个嘉义这一带 当然它也带来一些积水的这个状况 那气温呢 是比前两天稍微下降一点了 不过因为北台湾今天 这个云还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它温度还是有达到 这个将近三十六度 那在这一个南部的话 就只有三十四度 那未来的天气呢 我们从这一个 定岸降雨预报可以看出来 就明天就从清晨开始 就比较容易下雨了 那到了白天的时候 这个雨区就会扩大 那晚上呢 这个北台湾的雨 还不见得会停得下来 那未来的天气呢 从礼拜天礼拜一这两天呢 就是这一个低压的雨带 都在台湾上空 那在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雨带稍微北台 天气还是不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气温的情形呢 未来这个明天呢 也许感觉上还比较热一点 那之后就有机会 就是气温比较下降一点 这个是跟这个上 跟这个礼拜来讲的话 算是温度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呢 还是各地都会有局部阵雨 或者是雷雨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里面呢 还是要注意一些剧烈天气 就是包括这个雷击啊 强风啊 以及瞬间的这个强降雨 那就是在周日跟周一 这两天是最不稳定的 雨最多的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天气的变化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